那為什麼我事件很期待 然後看到預告不期待 結果後來意外的發現 就是品質真的還蠻好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宇 歡迎來到我們的 這個其實是由其他的夥伴 提出來的一個企劃 我們會從12月15到12月25 每天都會有一位創作者 來分享 2021自己喜歡的10部動畫 然後並且推薦給大家 然後從12月15開始依序為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的連結去看說 目前已經到誰了 然後去往前看大家影片 那還沒更新之前的話 我會直接放那個頻道的連結 好 那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我本身推薦的動畫 跟其他人推薦的動畫的方式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本身不太擅長寫稿類型 然後以及把心中的想法 然後分享成文字啊之類的 所以我講的可能都比較直觀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多詳解 好啦 那 喜歡這種推薦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訂閱也可以點起來 那小鈴鐺也不要忘了點 那我從我第10名開始 分享好了 那我第10名是 這部作品 《刮掉胡子羅與剪刀的女高中生》 我先來講一下 這部動畫老實說 其實整體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這部作品的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 他就在講說 男主角在音樂機會之下 剪刀了一個女高中生 也就是我們女主角 其實在日本 這個問題是一直都會存在的 就是離家少女 他把這位女高中生帶回家 並沒有對她做任何事情 而是照顧她 然後以及探討 女主角會離家出走 這件事情 沒有按照大家所想的去進行 但是 女主以前其實有發生過 從身體來換術 這些內容 這些主題 然後 把它做成一個作品 這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這部其實蠻吸引我的 但是 音畫作畫 有一些部分有點崩 所以動畫還好 但是我喜歡這個故事 所以我把它 歸在我的第十名 我說真的 我非常不會形容 為何我喜歡看這個動畫 我只能盡量用我 形容一些文字 來形容給大家聽 再來第九名是我們的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 是第二季 因為我本身之前就很喜歡看 史萊姆這部作品 它是一個轉生異世界的作品 就是在講說 男主角到了異世界 然後變成史萊姆 然後 變得越來越強的故事 可是它也不是這個 作品的一個頂點 可是也算是蠻強的 然後在開始建國那個故事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故事 其實個人蠻喜歡的 然後第二季的話 主要是在講 王的部分 我形容起來 聽起來 一點都不有趣 利姆路很可愛 蜜利姆也很可愛 可愛 好啦 它就是一個 日常又混雜著一些 主線的作品 然後就在講說 它變成史萊姆過後 遇到的問題啊 然後或者是 它要怎麼如何 治理國家之類的 看主角去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 有點像是在 觀察的感覺 好 再來第八名是我們的 陰陽眼劍子 這就是 劍子有陰陽眼 總之就是女主角 她本身有陰陽眼 然後她都會看到一些 很不妙的東西 而且都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她生活中的時候 她要無視這些東西 她很怕就是 可能大話之類的 會被那些東西造成傷害 所以她就是在 各種情況下 遇到這些 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算是上帝視角 在看她遇到這些事情 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動畫做得超他媽好 把它做得超色 任何的一些 場景畫面 我記得有一部是女主角穿著睡衣 就有內褲的痕跡的 明明這部作品是 算是比較搞笑的作品 他們可以把它做得這麼多福利 你們是男人一定要看 是女生也一定要看 這部作品又好笑 可以色色 我覺得很讚 再來第七名 第七名是我們的 古建同學有交友障礙 這部作品 應該蠻多人也很喜歡的 那她排第七名的原因是因為 我主要是追 漫畫 動畫的話我有在追 只是因為我有追過漫畫 所以我在心目中的那種期待感會降低 我都知道劇情 她就在講說我們的主角 古建同學 那她本身長得非常漂亮 然後 大家把它視為已經算是神的存在了 可是她有一個 非常大的劣勢 就是她擁有交流障礙 然後我們男主角 直野同學 她就能懂古建同學的 算是心情 然後並且能讀懂就是 她平常到底在想什麼 擁有交流障礙的人 不是不想交流 而是他們擁有這個障礙 我覺得這個主題拿出來 當成故事 非常特別 雖然是我目前看到現在 目前的作品中 沒有類似像這一種 還有一點點戀愛的酸臭味 然後動畫品質超級高 我原本以為 這是會是那種 像有幻想學生會一樣 就是簡單 快速 速度速度過 這樣 結果她動畫品質做得超高 各位無必要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第六名 第六名就是我們的 吸血鬼馬上死 它是 十月新翻的 這部作品真的是超他們好笑的 總之我們主要有兩位 分別是我們吸血鬼 德拉克 以及我們的吸血鬼獵人 羅納德 在第一集的相遇 兩者互相碰撞 然後德拉克的城堡爆炸了 後來他就 寄住在 羅納德那邊 然後就開始會幫他一起 做一些吸血鬼獵人相關的工作 像是可能有些 怪吸血鬼 可能找麻煩之類的 他們會去處理 這部作品叫吸血鬼馬上死 其實就如他的名字一樣 就是我們的主角 德拉克 他是一個非常容易死掉的吸血鬼 非常弱 輕輕的小朋友一群打他就死掉了 或是蚊子叮他也有可能會死掉 或是嚇他也有可能會死掉 各種千奇百怪的死法 可是 他又可以一直不停的復活復活再復活 這就是在講 就是一個吸血鬼獵人跟一個吸血鬼 搭配在一起的搞笑故事 而且 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好笑 這應該是我今天笑過 最多次的動畫作品之一了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看 而且OP很好聽 我超愛那個OP的 德拉克剛好是深得我心的一個角色 他的設定 以及他的樣子 噢 大叔我喜歡 再來第五 你是我們的 不要欺負我 常敬同學 各位在人生中應該又有這段時期吧 會欺負自己喜歡的 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 沒錯 這部主題就是在講 一位學妹 在欺負一位學長的戀愛喜劇故事 而且我覺得 常敬同學的那些欺負的感覺 都非常的可愛 我本人其實比較偏向於喜歡聚乳的角色 常敬同學真是我少數喜歡的黑肉 胸部又沒有那麼大的角色 我後來發現 性癖是可以改變的 就是因為這部作品 我覺得其實 他們這種日常戲的 又是欺負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蠻少見的 大部分的作品 要嘛是直接 真的是霸凌 很少這種 味中堅持 這部戀愛作品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個人是 蠻喜歡看戀愛作品 像吳德芬的花架 偉劣啊 這些我都有看 再來第四題是我們的 小明家的龍女普瑋 S 這個無庸置疑吧 有看過第一季的 應該都知道 影子都非常高 沒看過的人 大概講一下就是 小林女主角 然後他剪到了一隻龍 跟我們剛剛介紹的 也有點像 他剪到了一隻龍 那一隻龍 後來就來小林家當女僕那樣 他平常雖然是一個 輕鬆的日常 可是他偶爾也會講到說 龍跟人一些思維的差距 像是 龍可以活很久 人其實不行 那其實 對他們來說 這段時間是非常短暫 然後 龍本身可能對人類有什麼想法 或是龍跟人生活在一起 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好我覺得都描述的蠻詳細的 然後 有蘿莉 康娜真的超他媽可愛 也是我少師傅 喜歡的蘿莉角色 因為我本身 對蘿莉還好 可是康娜真的太可愛了 有巨乳 有正態 有預解 歡迎大家來看 好看 再來 R10從0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第二季 各位無庸置疑吧 R10是我最推的異世界作品 沒看過了就大概講一下 總之就是 男爵老 486 忽然到異世界 他擁有了一個死亡回歸的能力 就是他每次死掉 都會從一個存檔點回歸 可是那個存檔點 他沒辦法自己控制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 R10是我目前看過 異世界設定算是 非常齊全的作品 這個我真的很意外 他的一些設定 像是什麼 精靈啊 然後可能 健身啊 七罪魔女啊 之類的 都設定得很詳細 所以就會 激起我的好奇 就會想說 接下來要怎麼走 穿越已經是其次了 最主要我覺得是 異世界他的設定 真的是太完整了 完整度有點像是 海賊王跟火焰子他們的完整度 真的 一個很完整的世界觀架構 我覺得現在可能看到 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很少見 第二季的話是在講 聖域片 聖域片真的蠻燒腦的 各位可以去看第二季 然後再去看 這個解析這樣 會好一點 好 再來 第二名 是我真的是 事前很期待 看到預告不期待 看到動畫 直接高潮 死人少爺與黑女僕 這一部真的是我今年 最期待的動畫了 他的故事 大概是在講 一位貴族少爺 他擁有觸碰到生命 會讓生命 死去的能力 這個能力是因為 他被魔女詛咒 與一位俱如女僕的 戀愛喜劇故事 我發現我怎麼這麼喜歡戀愛喜劇 我覺得我覺得 雖然說 外表看起來是一個戀愛喜劇 可是我覺得他的年代設定 以及不能觸碰到對方 可卻彼此相愛 可遠光不可洩蜿蜿蜿的這種感覺 就會讓觀眾心癢癢 就覺得 快點碰到 或者是不能碰到這樣 趕快去看他們接吻之類的 而且在這之間 其實還要穿插其他人故事 其實都蠻有趣的 然後再加上說 故事內容 其實他有一些主線 就是在尋找說 魔女為什麼當初要詛咒這位少爺 然後以及怎麼解開這個詛咒 去探討這個主線劇情 然後他偶爾穿太厲害喜劇 不停的這樣子 偶爾提到 然後偶爾穿太厲害 很舒服 那為什麼 我事件很期待 然後看到預告不期待了 因為 我後來看到預告發現他是3D的 其實我蠻失望的 因為 我很怕他3D 然後就做壞了 結果後來意外的發現 就是品質真的還蠻好的 3D無違和 但是我還是希望他下一季能出2D 一般動畫 然後能出好一點 我還是想看2D的 這我人生中 第一次自己主動去追的 3D動畫作品 我大推 我非常推 好看 非常好看 OP的話是 《華江四處》跟《真野部》 《親自唱》 《塔丁》 如果大家還是不習慣3D的話 那我非常推薦去看漫畫 漫畫神 超好看 然後順便的順帶一提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 羅伯 帥大叔 那第一名的話 相信也是有一些 觀眾心目中的第一名 就是 騎巧計程車 他要講述一位計程車司機 那也是花江超速配的 計程車司機 與失蹤少女 與乘客的故事 我覺得我就不相信劇透了 因為 其實隨便講的都很容易劇透 總之就是 主角是一位 海象計程車司機啊 然後他 很常會載到一些怪乘客 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朋友 我覺得跟聖夜時常有點類似 但是 我們主角是有 深深的參與其中這件事情 對 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 我很喜歡實驗 他是一個 前面微翻轉 中間 反轉 翻轉 再翻轉 最後結果再翻轉的一個動畫作品 我超級推 大家一定要看 最後看完會覺得 OMG 的這種感覺 我就說 我不太會推薦作品吧 我不信我今天講完這十部作品 大家 到底有誰會 因為我這樣推薦而去 看這些作品呢 我覺得完全不會 我覺得大家看說 剛才黑羽加推薦是很小 我就來 謝謝大家 耶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的 2021 十大動畫推薦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大家也可以 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看其他人的影片 那就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跟訂閱 記得去追蹤 HRU 按照我的資訊欄 HRV 追蹤我們Instagram BLCKM384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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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